鮮蝦 鮮蝦在鐵板上滋滋作響 師傅一疊疊備料擺上桌 再淋上醬汁 鮮蝦百味溫沙拉新鮮出爐 而且用的還是現在最夯的苦茶油 中式或西式苦茶油怎麼煮都OK 像這道鮮蝦天使麵 還有這道紅蟳料理 也全都使用苦茶油來烹飪 越來越多人就是愛這一味 吃點那個比較刺激的東西 胃就會痛 那後來就老人家建議我說 你就把那個菜 炒菜的油 都換成苦茶油 然後我大概試了一個月過後 我的胃整個就變得比較好 過去苦茶油乏人問津 一公斤苦茶子最多 也才賣到七八十元 不過現在價格 可是來到每公斤三百五十元 整整翻漲五倍到底是為什麼 原本很久之前就存在了一些 老祖宗留下來的好東西 相對性的就慢慢的 就把它從記憶中再挖出來 那因為這個油的特性 其實來講跟西方的橄欖油很相似 所以說那苦茶油 會有那個東方橄欖油的號稱 十岸風暴人人自圍 越來越多人選擇自己下廚 用的油品也精心挑選 天然的最好 也怪不得苦茶油 身價水漲船高 記者張品紅陳夢輝台中彰化報導